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 我是鄭仲彩 直至今早大約7時 各區的氣溫介乎在19至24度之間 溫度方面比昨天整體來說 大約上升了2至3度 不過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廣東沿岸地區 受著乾燥大陸氣流所影響 看到雲量也不太多 這一區也是普遍晴朗的 而今早早在太平山向東望 我們可以看到日出時分 雖然仍然有些低雲的覆蓋 不過低雲與低雲之間 都有不少的納粒 今天我們預料 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少的陽光 不過去到星期五和周末期間 廣東沿岸地區 會受到一些高空擾動的影響 最終雲量會增多 以及會有更多的趨雨 大家記住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至於今天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就會是天晴和乾燥 所以大家記得今天要喝多點水 以及注意保濕 日間是炎熱的 氣溫方面會上升到最高的接近28度 風方面會是吹和喚的冬至東北風 離岸的風勢是會間中清靜的 而展望方面 在接下來的明天 仍然都會是大致天晴和炎熱 去到星期五至周末期間 正如剛才所說 會受到一些高空擾動的影響 混量和趨雨都會逐漸增多 這節的天氣我們就看到這裡 再見